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忽略过场戏 全书108回 那么54回恰好是一半 写到这里假释的圣石光景 达于顶点 第13回秦可卿给凤姐托梦时说 万不可忘了那盛宴必散的俗语 最后又念了一句祭语 三春去后诸方尽 各自虚寻 各自门 这都体现着曹雪芹的总体构思 高厄的叙述 恰恰是在这最关键的地方 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 我在前面用了不少篇幅 分析出书里故事的时间背景 从第18回以后一直到第54回 都是写的乾隆元年的事情 一春已去 从第55回到第69回 则是乾隆二年的事情 二春去后 从第70回往后进入三春 估计在第85回左右 就会写到三春去后 群方流散的大悲剧 51回后半部分到52回 又重点写情文 如果说前面第31回 情文私善主要是突出情文 由着自己性子生活的人格特点 那么52回里 情文补求 则展示了他人格中的另一面 那就是在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的前提下 又有吉人所难 勇于承担的高贵品质 他为宝玉并补雀金球 并不是一个女奴 在效忠自己的奴隶主 他和宝玉之间 有一种淳朴自然 平等互赏的友情关系 这在第8回第一次描写到他时 已经定下了基调 宝玉从离乡院醉酒而归 他埋怨宝玉 哄他严了那么些磨 却等了一日 又爬高上梯 贴斗方 弄得两手冰凉 宝玉听了 忙给他勿手 第52回 他挣扎着为宝玉补求 是位知心护赏的朋友 两肋插刀的 一起狭行 有意思的是 曹雪芹写情文 又是把他人格中的光辉面 和混沌面 揉合在一起来写 这是最难的写法 而他竟写得那样的自然 那样的天衣无缝 听到准儿有小妾的行为 他如一块爆炭 立刻发作 大失酷刑 不等习人归来 甚至也不待征求宝玉意见 便自作主张将准儿立马撵竹 情文嘴里时常喊出 撵这个出去 撵那个出去的话头 可他竟全然没有 自我保护的忧患意识 懵懂地以为 自己既然是贾母喜欢的 到宝玉身边 又甚得宝玉欣赏 是绝无被撵竹的可能的 他不但常常以撵竹别人 为口头禅 自己堵起气来 也常毫无所谓地 让宝玉撵他 命运就是那么的诡诀呀 到第七十四会以后 被圣怒的王夫人 率先撵竹的 反而是他 宝玉也无法挽救 准儿这个角色呀 值得读者关注 不要简单地 把他当作一个小偷看待 曹雪芹把这个角色 设计成小红的密友 小红是大观园里 难得的清醒者 准儿应该深受小红影响 朦胧地意识到 像他们那样的丫头 前途非常暗淡 一般来说 无非是三五年后 好不好 拉出去 配一个小子 因此啊 应该为自己早做打算 小红的办法是先攀高枝 然后再安全撤离 自主选择了贾芸为夫 准儿呢 大家想想 他偷平儿 那虾须拙自己带 可能吗 立刻拿去变卖 他那样的小丫头的月钱数目 上下都是清楚的 在园子里钱财 都是由大丫头 给他们保管的 他马上变卖了 岂不等于自我暴露 何况 也未必有通往外界变卖的渠道啊 那么可想而知 准儿 偷下瞎须拙 显然是打算 密藏到 该被拉出去配小子的管口 那时候 他有这样一件值钱的珠宝 也就有了选择小子的本钱 总不至于 被胡乱地配给 丑陋酗酗酒的糟糕小丝吧 准儿这个角色的塑造 我认为曹雪芹是有深意的 在凭儿悄悄 向摄月透露 珠儿的偷窃行为时 还提到 宝玉身边 还曾有个小丫头 叫梁儿 梁儿偷玉败露 被碾竹 我认为曹雪芹写出这个梁儿 也并非是以废话坠纹 伸长篇幅 这又是一个伏笔 跟八十回后 凤姐扫雪食玉的情节相关联 第五十三回和五十四回里 又有关于贾珍的不少描写 贾珍接受庄头 乌镜孝的田租银子 和大量物品 那一情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 被无数论家引用评述 以说明《红楼梦》里 写到了地主阶级 对农民阶级的残酷剥削 特别是贾珍对乌镜孝说 不和你们要 找谁家 充分暴露出了剥削者凶恶的嘴脸 这样的分析评述我是认同的 以阶级斗争的视角解读《红楼梦》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 但是曹雪芹在那个时代 写这样一本书 他自己还不具备 以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写作的可能 他生活在十八世纪中期 对外封闭的中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阶级斗争的学说 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 因此 我们可以说 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 基本上是写实的 作者忠于生活 他如实写出了这样一些 那个社会的阶级对立情况 无形中 为我们提供了 用阶级斗争视角 分析作品的可能 这是他写实主义的胜利 但终究还不能说 曹雪芹就是刻意要写阶级斗争 我的看法是 曹雪芹写贾真 他是全方位的来刻画一个 贵族家族族长的形象 贾真这个人物 他没有像写赵姨娘那样来写 赵姨娘被写的一坏到底 比较平面化 贾真他希望读者做面面观 写得相当圆活 第五十三回 写接受乌庄头缴租时 针对乌庄头 对皇家和贾府关系的幼稚想象 贾真说了句些后语 黄百目坐庆锤子 外头体面 里头苦 这是那个时代 周璇在各派政治力量 和家族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 一个族长 发自内心的溃谈 接下去 写贾真复宣发放 复宣就是晒太阳 贾真看着收拾完被供弃 踏着鞋 披着奢利孙大球 命人在听住下时机上 太阳中 铺了一个大狼皮褥子 复宣 闲看各子弟们来领取年务 这种年中发放年务的活动 对于大家族中的贫穷者来说 是一项重要的福利 也是身为族长 必须履行的一项 凝聚宗族的重要工作 曹雪芹写得非常细致 也很生动 贾芹也跑来领取这项福利 被贾真赤退 因为按宗族的游戏规则 这些东西是发放给那些大家族里 没有谋到差事 无尽义的小叔叔 小兄弟们 贾芹已经获得管理家庙的肥差 在家庙里作威作福 贾真掌握情况 因此将他骂一顿撵走 在第53回后半部分和第54回里 有关贾真的笔墨也不算少 他在荣国府宴席上的表现 可圈可点 一方面 他具备为那样一个家族 披上温情默默面纱的能力 浸完了长辈的酒 他还故意来一句 妹妹们怎么样呢 另一方面 他也是耐着性子敷衍 所以当贾芹 终于让他和贾脸忙去吧以后 大松一口气 哥俩一起去追欢买笑 不在话下 贾氏祭宗祠的场面 曹雪芹偏通过薛宝琴的眼光写出 这一笔 历代都有评价质疑 宝琴是外姓人 怎么那个骨节眼上 跑到贾氏宗祠里去了 难以解释 我觉得这跟前面写他一人 独作使手登迷诗一样 曹雪芹是刻意把他作为一个贾氏家族 圣洁而衰的旁观者来设计的 当然 最后他自己也被牵连 但在这之前 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冷眼 颠夺 第五十四回里 贾母破臣府旧套 提到曹银编写的一出戏 续琵琶 意义重大 更无可质疑地表明 《红楼梦》 具有家族史的因素 而且贾母的原型 就是苏州制造 李旭的那个 嫁给了曹银的妹妹 这几回里 关于凤姐的描写 周汝昌先生指出 是接续上几回 写他为了照顾宝玉 和仲小姐等 不怕麻烦 在大官员里单设厨房 以及体恤行锈烟的贫穷 主动关怀救济 一路写到 他对习人回家探母的细致安排 都是在刻画他人格的另一面 就是他具有为他人提供方便 营造幸福的热心肠 曹雪芹写凤姐和写贾真一样 都着力刻画出 复杂的生命现象 把人性写得非常诡诀 完全跳出了 写好人或坏人的苛救 读这几回和读别的回一样 千万不要忽略一些过场戏 什么过场戏啊 一般来说 在回幕所强调的主要情节以外的那些场面 都可以算是过场戏 在第三十七回里 有一段过场戏 写怡红院的丫头们在一起闲聊 话头是从给小姐太太老太太们送东西引起的 其中话最多的是秋文 秋文这个角色常被一些读者忽略不计 其实曹雪芹对秋文的刻画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为过去通行本 《增平补图石头记》作品的大母山民感叹道 一人有一人身份 秋文诸事 美绝气小 气小 还不能等同于小气 第三十七回写到秋文 因为得到贾母王夫人的一点赏赐 沾沾自喜 晴文等告诉他 王夫人赏他的衣裳 其实是赏别人剩下的 他随口说 哪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 我只领太太的恩典 结果呀 逗得众人都笑道 可不是给了那夕阳花点子哈巴了 习人生气了 他才明白真相 却又主动去跟习人道歉 这就是他气小的具体表现 气小就是眼光短浅 卑微庸俗 苟且偷安 到了第五十四回 曹雪芹真是忙中偷闲啊 在两个火爆的热闹场面之间 忽然嵌入了一段宝玉回源 没进屋又出源 中途忽然了一小姐的过场戏 在这个段落里 又集中刻画了秋文的形象 把他那仗着是宝玉房里的丫头 而宝玉又是贾母的宠孙 就在杂屎婆子和小丫头们面前 威风淋淋的嘴脸凸显出来 但他其实是根本不入贾母眼的 这一回开头就写道 贾母不见习人 称怪说 他如今也有些拿大 单只使小女孩们出来 贾母哪里知道 他秋文是何许人呢 只把他视为不中用的小女孩 秋文自己也知道 他在正经主子跟前 微不足道 第37回他自己说 你们知道 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说话 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 这是个十足的欺软怕硬 仗势百谱的角色 当然他义无大恶 并且总是知难息事 暴残而退 在第55回里 曹雪芹将继续通过细节 完成对这样一个生命的刻画 今天的揭秘 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想要收听更多精彩小说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声音者景航 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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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载喜马拉雅手机 甲